到货立刻拆箱白色盒砖辉瑞口服药 5号终于轮到药局收到 原本只在医院使用 各县市2万人份会送到57家核心药局存放 其中1万2000人份已经配送到双北地区 收到这个药物之后 事实上都会开始跟这个居家医疗的团队 居家造物团队以及药局这边来合作 Paxlovy口服药居家确诊者 必须符合14个慢性病和相关适应症 除了得在发病5天内没使用氧气 12岁以上体重大于40公斤 5天一个疗尘 早晚各吃3颗试处方前用药 年龄在65岁以上 或本身有癌症 或本身有糖尿病 本身有慢性肾病 吸烟或者是以戒烟者 还有就是说如果您的这个身体质量指数BMI 计算起来是30以上的话 也是符合这个条件 一种是他因为确诊隔离在家 所以他就可以请药师调剂好之后送药到站 家人或亲友取得他的健保卡之后来带领 疫情正在快速上升期 中重症目前占0.25% 指挥中心推估5月11号之后 本土累计破10万例 中重症可能来到250人 光5号新增73例 其中5例死亡 最年轻20多岁男子没打过疫苗 气切后长期卧床使用呼吸器 在照护场所被感染 引发肺炎并呼吸衰竭 另外3例50到70岁本身有癌症病史 其中70岁男子打过3G疫苗 在台中也出现今年首例确诊死亡个案 60多岁女性5月2号确诊 隔天四肢冰冷送医不治 按照国际经验 疫情飙升2到3周后 重症死亡数势必增加 维持量能想办法减灾 只能是现在取得平衡唯一方法 TVB新闻众友的黄敬盈特别报道 我们今天的本土病例 达到3035人 那首度破3万 那不过在成长率还算好了 大概只有5.7 疫情升温期这数字 还在部长可预见范围 除了新北最高10122例 依旧破万 台北桃园 台中高雄也破千 专家纷纷预估高点会落在哪 上午卫福部在院会的报告 就推出5月11号会迎来高峰 10万2743例 到5月11号是75244 那它的95%现在就算 就是这个比较高的上限这边 下限是5万4124 12的部分这个参数去做预测 就怕筛减战医户会累上加累 态度一直很硬的陈时中也松口宣布 5月12号起居隔居检自主防疫三类人 且经医事人员确认快晒阳性等同确诊 有一亿可再安排PCR 主要是这三类的人基本上他染疫的风险相对就是比较高 所以再加上有家用的这种抗原快晒检验是阳性 那医生在从各类的症状情况就去判断 但毕竟快晒阳等同确诊 这政策未来可能扩及到其他族群 影响层面会更大 要减轻筛减量能是必影响准确性 另外柯文哲也多次提及 疫情走向被网友封为是预言家 也再预告再过三天台湾确诊数字就不准了 因为超过PCR量能会进入黑暗时期 陈时中说目前的PCR最大量能可到22万 一天检验量大概8万多左右 离极限还很远 确诊数现阶段筛减量还跟得上 防疫措施只要hold住 就不至于会有所谓的黑暗期 TVB的新闻张敏如 宣统许峰原小组台北报道 出动小板凳提前到药局卡位 只见排队人潮不断延长 就为了买快筛实名制 位在三重的药局三点才开卖 但一小时前已经排满了人 可见快筛有多抢手 部分白天晚上药局门口几乎都是如此 像是这一间距离发放时间 还有一个小时已经排了长长人龙 民众等到一肚子火 还得担心会不会轮到时已经卖完 毕竟每天都有限量 快筛实名制上路已经超过一个礼拜了 不过药局仍然每天都像这样子大排长龙 其实就很像再度看到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口罩之乱的景象 民进打开中常会总统蔡英文特别讲到 希望除了实名制之外 能协调更多元的购买管道 陈时中这么回应 强调并非量不够 以家户来算每个家庭至少都买得到一份 也想办法分流 药局早中晚都能贩售 希望能借此减缓排队状况 目前还是没松口 超商是否也加入快筛实名制的行列 即便指挥中心强调量绝对够 但以往口罩之乱的排队桥似乎重蹈覆彻 每天都在上演 对本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现在在的就是这阵子盲翻的 卫生疫调相关的中心这边 其实本来5月1号之前 很多确诊者密切接触者会收不到匡列资讯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盲翻了疫调塞车 原本中央是说5月1号之后 推这个自填确诊系统 可以帮助整个流程加速 但现在还需要好多确诊者 收不到确诊资料 H先生一家三人都确诊 他们全都收到医院的PCR阳性通知 可是说好的自主通报系统呢 都没有 中央自己的系统框出包 却又在电视上告诉大家说 你没有主动回报的人会被开罚30万 这种有政府没有连结 有连结没有网页的出包系统 根本是在扰民 我们这套自填回报系统 是由医院送出确诊者资讯给健保署 健保署再给机关署系统 中央就会发简讯给民众 本来预计整套流程有3到6小时时间差 现在因为机关署这套系统出问题 所以确诊者收不到简讯 这系统无法新增确诊者资料 健保快一通当然就没有办法更新 让你填写 过去疫调系统很死本 法传系统主笔填入 隔离几天 人工换算 不到20岁的确诊者 或被隔离超过10天的人 只能收纸本居隔单 好不容易把资料备好 上传CHAS系统 一个档案要等2到30分钟 这问题本来5月1号 中央自填系统上路后 应该能解决 指挥中心说 民众填完资料 系统会自动触发 发出隔离单简讯 但 还是要人工转移 这些资料上传到 他们的资料库里头 没有转移民众就会 受不到隔离书 也受不到任何通知 有比原本方便吗 没有 说好降低工作流程的系统 反而让基层蜡烛两头烧更快 US新闻里国站 台北报道 八个月大女婴持续大哭 还不断流鼻水 一两体温高烧38度以上 家长好心疼 因为全家5人都确诊 其余4人症状持续缓解 反观女婴高烧维持好几天 黄小姐大女儿最先确诊 再来家人陆续发病 跟丈夫以及三个小孩确诊 其中最担心的是 八个月大女婴不会表达症状 又反反复复发烧 但没有意识不清 抽搐等情形 不符合住院条件 她认为婴儿确诊 应该要优先安排 住在集中检疫所 或加强反防疫旅馆 有医护人员照顾监控身体变化 另外也有跟婴儿一样 属于高风险族群的孕妇碰到类似情形 很像无头苍蝇这样子 每一个都跟我们说是哪个单位负责 请我们致电 很像在互相踢皮球 怀孕26周的温太太 4月22号确诊 隔天新北卫生局致电疫调 因为户籍在北市 因此转接到北市卫生局 孕妇得要更留意 但这之后再也没有任何电话关心 症状还是持续不断 求住诊所 视讯门诊 赶紧拿药缓解 甚至是等到10天都解隔了 才收到聚隔单 无奈确诊期间 求住无门 本土爆量阶段 居家照护只能自救 而为了保留量能 5月4号指挥中心公布 无症状或轻症成人确诊者 年龄70到79岁 或65到69岁独居者 以及怀孕35周以内 是可以要求住进集中检疫所 或加强版防疫旅馆 至少有医护人员在场 就怕居家照护高风险群 真的身体有状况 才能够随时应变 TB新闻综合报道 等急诊室大爆满 这是最近每天都会出现的画面 但新北市一名80岁的廖姓妇人 因为肚子痛 医院却无法收治 短短三天时间病逝家中 廖姓妇人的儿子哭断肠 她的妈妈是在一号的时候 觉得又下腹疼痛到诊所就医 医师判断疑似是盲肠炎 建议到大医院 就开了两张转诊单 她在儿子的陪同下 先就进到仁爱医院就医 不过急诊室大排长龙 怎么也等不到 他们再拿着转诊单到辅大医院 台北医院 一天内就跑了一家诊所 三间医院 全都排不进去 只好回家 到了二号 疼痛又复发 妇人儿子到处打电话 然而每一间医院都因为量能不足 无法收治 妇人先吃止痛药 原本想隔天廉假结束 再到常去的诊所就医 但到了三号 邻居没看到妇人出门 觉得不对劲 打电话给她正在上班的儿子 等到儿子回到家 就看到老妇人倒地 没有呼吸心跳 赶紧打119求救 但救护人员判断 妇人当时已经明显死亡 我回家都太晚 我连这波也都没干到 看到妈妈趴在床底下 我没有任何去抱怨 抱怨任何医护人员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很辛苦 真的太辛苦 连说了三次 医护很辛苦 简先生没有怪罪任何医护人员 但妈妈就这样离开 还是很难接受 现在疫情大爆发 医疗量能严重不足 但就连其他病患也被挤压到 做好医疗分流 把珍贵的急诊资源 留给其他各种病症的急重症患者 确诊数会越来越多 中央势必得有更明确的指引 确保医疗量能充足 避免类似的汗事再发生 TVBS新闻 施协员周永轩新北采访报道 国内确诊者几乎都是轻症患者 现在劳动部最新决议 如果你是确诊COVID-19 而且你是劳保的被保险人 不管你是收治在医院 还是集中检疫所 以及居家照护 因为确诊无法工作 拿到薪资的话 现在可以请领七天的伤病给付 确诊在家 可领补助让A小姐松口气 她说她在餐饮品牌工作 因为同事确诊才去裁检 后来发现也染疫 居家期间 不时要处理客户资料 但公司不挤心 也有民众是工地劳安人员 确诊后在家 但没收到公司说明 确诊期间有无挤心 另外还有民众是科技制造业 确诊后居家工作第七天 公司有几星 但像这种状况 就不符合伤病给付 劳动部也说明过去都要检附诊诊诊诊诊诊诊 新冠确诊则是以照隔离书来做申请 期限五年 不过在伤病给付放宽同时 追忠心最新上路 居国或居检者快筛羊 经医师判断 适同确诊 外界疑问如何确定是本人快筛羊 避免防疫保单有漏洞 追忠心则说 保险公司有个别药保条文 在防疫上没办法帮忙想解决方式 地别新闻 王翔张慧贤 台北报道 布丁果冻养乐多放在柜台 你没看错 这不是便利商店 是药局 全部放进袋子 最后再把药也一起放进去 接着一个变身 钥匙已经把白袍脱下来 换上自己的外套 好 出发了 就像一般刚买完东西的民众 走出药局骑上机车 事实上他是药师 出发药去送药给确诊者 送药道府的服务 随着全台确诊数量越来越多 药师们也越来越忙碌 一般家庭如果其中一人确诊 住在一起实在很难避免被家人感染 居家隔离 接着居家照护 就有一家四口 全家陷入隔离轮回 没有人可以出门采买 所以药师就考量到这样的情形 不只帮忙配药送药 还要化身外送员 买其其他食物和必需品 跟着药一起送到家 穿着药师白袍又提药袋 就怕邻居看到确诊者会被贴上标签 药师甚至换上一般衣服 使用一般塑胶袋 不能用我们家的药袋装 要化身为开送平台 对 所以就用一般的袋子就好了 不能用药袋 才不会引起邻居太危险 我穿自己去就大家都知道 现在确诊 居家照护的人数不断飙升 不止医疗量能吃紧 连药师也快要忙不过来 除了平常的业务外 现在民众抢买快筛药服务 控党还要到处送药 再替民众喂叫 一系之间工作量随着全台疫情 一起暴增 TVB的新闻 施协员周永轩新北采访报道 你说等一下真的断在里面 裁剪帽还没伸进去 反射性的先向后说 宝贝再忍一下 和爸爸搭车三四回 终于 小朋友哭得稀里哗啦 总算完成这艰难任务 看看结束后 弟弟的脸还这么臭 恐怕以后看到裁剪棒都有阴影 这段影片爸妈们很有感 尤其现在疫情严峻 大人自己用快筛事剂可以忍 但孩子哭成这样 不少爸妈心疼啊 不敢做 怎么说 因为太小了 有的人没办法 因为他会动啊 疫情严峻这经验 未来迟会多 不会少 但有网友拿了快筛事剂 却害怕因捅鼻子不够深 验不出来 等于白桶 试试看用唾液 含嘴里一到两分钟 再拿棉棒在口腔浸湿 没想到两条线 在验PCR也确诊 爸妈们能用这招吗 过往我们在检测 这个流感的时候 的确在有一些小朋友 他鼻涕量分泌很多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检测出他是一个阳性的 一个大量非常低的时候 那这样子的裁剪方式 可能就不见得会准确 简单说 就是用舒适度换准确度 帮孩子裁剪 掌控不好害怕 也不忍孩子一直哭 第一次 最好爸妈同心协力 一人负责呢 保住小孩的手 儿童固定在身体上 另一角度呢 记得放进鼻孔之后 不要直直的往上戳进去 必须要调整 跟我们嘴巴的方向 一致 在我其实都跟加冥花棒差不多 所以真的要造成 擦太深啊 导致受伤的机会是不高的 医师也建议 若真的怕孩子有风险 可以筛完 有症状的父母 若阳性再把小孩 带到医院 给专业的来 TVB新闻 张敏如轩彤 台报道 那因为他说 他在上班的时候 这些事情就已经做不完了 他如果在休假 不做的话 那大家就更做不完 他虽然确诊 但他继续做这些工作 让我非常的感动 讲到一半突然哽咽 因为有卫生所人员确诊 怕同事忙不过来 还是继续工作 台中卫生局电话 已经增加到140条线 还是被打爆 卫生局长只能说声抱歉 希望外界体谅 不止台中 新竹县卫生局的疫调人员 忙着加班疫调 就怕回家太晚会吵醒小孩 加上随时可能要上工 干脆开车回家 不进家门 直接睡在车上 回去会干扰到小朋友 就想说就在车上睡 睡饱之后 就是白天起来 再去帮小朋友准备早餐 然后准备早餐 再带小朋友去上课 这样子 新竹县长宣布 再招募40名疫调人员 希望能减轻人员负担 而桃源1999花屋人员 也是每天电话接不完 网路 您是在哪 哪一个网路啊 是卫生局的官网 自从疫情升危 1922卫生局电话 长长盲线中 很多民众改打1999市民专线 桃源一共26人 分为三个班 接听电话 早班8到10人 小夜班4到6人 大夜班2人 但人力根本不够用 统计漏接4000通 每个人几乎天天都要加班一小时 现在为了舒缓1922咨询专线 政府有意出动国军 成立1922国家队 政府有预备金 政府有防疫预算 尤其在现阶段有很多人失业 难道不可以花钱去请人吗 为什么一定是要用我们军人 征求大学学历 有电脑专场 耐骂不回嘴 EQ高的国军支援两个月 而台北申请100名 新北30名人员支援 到现在都还没到位 只希望尽快补足人力缺口 TVN新闻综合报导 千里没有公布热点 5月5号高雄防疫记者会 罕见没再公布确诊足迹 因为染疫人数首度单日破迁 感染人坦白讲要早是越来越困难 未来不是不公布 有特定群聚或高风险的地方 还是会说明会做这个决定 难道跟凤溪黄昏市场的足迹 也有关吗 被公布确诊的是肉摊人员 足迹地点却是在服饰店 高雄市府5月4号公布的确诊足迹 其中一个点就在凤山凤溪市场 这个地方五全南路149向1号 但这个地址并没有卖猪肉 反倒转角的黑猪肉摊生意受到波及 市场范围非常的大 从过去以来我们公布市场 都是一项是以Google Map的代表地址 会标示地址 至于有外线市旅游史的确诊者 也只公布总人数 不见以往这种有直线箭头 从中北部花东拉到高雄的分布图 其实这几天南北网友网络论战 有人酸这样游览车好安排路线 有人炮轰 难道都是外线市的病毒进攻 高雄害的吗 我们的个案到别的地方去 有可能也会造成相关的一些影响 所以这是一个警示作用 网友也好奇 为何高雄公布的案例 常跟中央给的有出入 市府举新北通报单为例 有确诊者户籍地在高雄 工作居住常年都在新北 经过连结 厘清又转嫌为 北部个案 因为他是确诊个案 因为他现在感染当中 因为他现在居隔在自己的家里面 如果当地的县市政府 没有掌握到这样的资讯 可能发生危险 都没有人去处理呢 南部防疫做法也做滚动式调整 减少基层人员的负担 也避免被拿来过度讨论 TVBS新闻 赵丽 李战胜 黄小琪 高雄报道 大人自己快筛 拿起裁剪棒 央头插进鼻孔里 突然一滴男儿泪 从眼角滑落 在右脸颊上 留下了一条泪痕 新冠本土确诊人数暴增 甚至苗栗分局正副分局长 双双染疫 县警局总共10名远警确诊 警局长争取采购快筛试剂 提供远警自主性类普筛 那目前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仁 已经实施这个检测 另外为了能够使同仁在没有后顾之忧的 执行治安交通 还有未免服务的这项工作 我们宽定各项的使用原则 那同仁如果有需要 我们一定会给同仁这个快筛试剂 让同仁能够安心的执行各项 苗栗陷阱局强调 类普筛结果不会公开 而目前存货的快筛试剂 除了之前慈激基金会捐助的1500剂 以及陷阱局自购的1200剂之外 还会再增购12000剂的快筛 提供辖区远警使用 往南走彰化县警局 河美派出所在有三名远警确诊 全县累计已经有九名警员染疫 那这三位同仁分流办公 他们是属于同一组 比较属于密切 在共同无情的部分 确诊远警隶属的河美派出所 在之前已经采分组勤务 三个人都是同一组 而其他远警PCR采检 阴性能正常出勤 但不止派出所办公室要消毒 还有警车也不能忽略 就怕环境污染 更要仔细清洁消毒 避免职场群聚扩大 TVBS新闻谢股金陈志忠 吕正成红彩轮苗栗张话 采访报道 这样让我们觉得中间的问题 大家会让我们觉得中间有什么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鬼吗 好谢谢 那不是鬼更大 威服部长陈时中大动干火 态度还有些强硬 正是因为遭到蓝银指控 快筛进口商高登环球 前身是资本额 仅200万的小吃店 质疑是否黑箱 双方火气都很大 陈时中也强调高登环球都符合条件 但另方面面对国民党质疑 高登环球公司前一天深夜发出声明说 这次采购是和韩国原厂彻夜沟通 才得到答应 但细节还没超定就被质疑 为了消米暴力疑虑 决定不参与投标 但外界持续关心 这回投标争议 就是因为这回没有限制交多少货 公司规模大或小 对履约能力没影响 毕竟快筛季真的很缺 陈时中说 这回厂商有三条件 包含是药署已经核准专案输入许可 快筛效期半年以上 以及5月31前要履约 强调用后市管制确保厂商能交货 不画格子 不用规格绑标 但本来规划在6月底前有9300万剂 现在少了1700万缺口 陈时中虽说不会马上有问题 但眼下当然是越多越好 TVB的新闻终合报道 那你继续采购啊 你干嘛担心 你是做些心虚吗 直接开枪 对象就是高登环球 不止先有蓝营立委开记者会质疑 现在还有个口罩商在爆料 高登早上他做日本吉普利的授权口罩 但没想到疑似是一场诈欺 去年10月我自己写信 去给日本吉普利工作室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从来没有授权给台湾 任何一家公司口罩的授权 李先生惊讶又生气 毕竟当时高登还拿出日本授权书 他信以为真投入资金三百多万 加上千万制作成本 最后口罩没卖成 让李先生提告刘伟泽涉嫌诈欺 台北地震署已列重大黑金案受理分案 只是高登这次在快筛世纪案 所说的合作金主出来帮忙讲话 合作商也挂保证近年合作的三个案子都没问题 包括口罩和快筛世纪 这么巧都跟防疫有关 但同时长虹国际也被网友起底 公司曾爆发掏空案后改名才由林俊辉上任 但董监市底下还各挂了不少公司 质疑不单纯 而针对林俊辉网友也说 他主动跟某平面媒体喊冤 怀疑他跟蓝营的关系 不过林俊辉强调他只是在该媒体任职过 另外民进党也发声明说蓝营抹黑 由新北市核准的厂商前身是小吃店 请问是否也要质疑侯友宜 把这球丢到新北市身上 如果他要代理进口快塞试剂 在台湾贩售的话 这个就必须要由中央来核准 这个部分地方跟中央的权责是非常清楚的 一桩快塞采购蓝绿布置护抹泥巴 更延伸不少案外案 TV别新闻 廖广斌李一廷 台北新北采访报道 陆一行在最近几个月来持续升温 而且可能还不是高峰 面对这样的情况 有民众就把矛头指向了指挥官 陈时中 打开危机百科陈时中的检介栏 被写上这波疫情在八月底结束 指挥官被追究责任 因为他不但没有加强疫情管控 还恶意放宽相关措施 被独职罪起诉 明显遭人恶搞 应该是套一句这种 大家讲要保留法律追诉权子 但现在没有心情做这个事情 每天几万例确诊数 陈时中说真的没空理会 已经忙得焦头烂额 还得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抨击 从部长的衍生和语气 就能知道有多疲惫 面对抨击也很难不动怒 停顿了八秒才做出回应 语气明显不太高兴 隔天又被问到快筛的问题 这回 叹了一口气无奈做出回应 陈时中担任卫福部长第三年就碰上疫情 曾为了台商包机24小时没合眼 台湾更一度被誉为防疫模范生 但今年逐步开放相关的措施 却被指示恶意放宽 民众这样说 指挥中心不放行也不行啊 边界不能一直锁起来啊 疫情要流感化 对 因为现在美国他们也是 就是一天也是有上万人确诊 但是他们已经恢复正常生活了 疫情在全球延烧两年 阿中部长一路从口罩隔离天数到快筛数量 相关政策处理不完 800多个日子还得天天开记者会 确诊数防疫政策通通印在板子上 翻牌动作做了千百回 疫情何时也能翻转